在4月27號 去年的4月27號 那個特斯拉掉下去的那一個瞬間 在那一個moment 楊文科有到現場去看 那我看到有一篇報導是 有住戶居民在抱怨說 他看5分鐘 人就不見了 這個感覺上非常草率 因為如果那個邊已經有一個這麼大的坑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旁邊的這個住戶的安全 就算你那一棟還沒蓋好 還沒有人員進駐的情況下 其他的住戶也會非常的擔心 可是縣長感覺沒有藥沒有藥的意思 甚至住戶形容說 停留5分鐘不就是殺拋尿的時間嗎 所以他們對於縣長這樣的做法 是非常的不以為然 所以我想請教 那一天據說你本人也在現場對不對 是 四八當下立刻就趕到了現場 那你了解到的狀況是什麼 當時到現場有非常多民眾聚集 然後也有許多的民意代表 那縣長他來到現場 看到了特斯拉掉到坑裡的狀況之後呢 那沉默不予了一段時間 然後在我們的追問之下呢 他就說他會審慎的來辦理這件事情 然後就離開了現場 那同一天呢 下午的兩點檢察官就到現場去會看 但是他不同意民意代表 進入這個520的案場裡面 所以我們是在外面沒有辦法進入裡面 那當時摊他的現場其實還蠻嚴重的 那在議會也有特別的做一個相關的專案報告 那我們覺得說很遺憾 專案報告的時候 江南院處長一再的說 他的操守絕對經得起考驗 當下我說 如果說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好的話 江處長可能要移送檢調了 我就要把你移送檢調 那他竟然回覆說 他的操守絕對經得起考驗 那如今對照之下 真的是覺得格外的諷刺 那附近的居民 他們應該都有感受到說 因為我們說風財520到特斯拉那一次 已經是第四次了嘛 那前面已經有那麼多 那麼多次的情況 發生的情況下 我如果是坐在旁邊 我這樣不會煩惱 看 喔 那怎麼常常都復習就有逼順了 之前也吞沒過一個小貨車嘛 附近的居民都已經有感覺了 那他們是不是也有透過什麼方式 來跟你做陳情呢 其實他們都是惶惶度日的 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在108年 在做環評的過程當中 那他們就組成了一個 所謂的製救會 那製救會 因為他本來是13層樓的 百貨公司的一個規劃建築設計 那突然變更成35層樓 最後為了規避環評的法規 所以改成32層樓 那當時的環評委員 有蠻多都提出建議的 因為當時的一個環評的法規 是120公尺 那供應就是僅僅降低為 119.8公尺 這樣去規避環評的法規 然後變成32層樓 那當地的民眾是非常的惶恐 所以他們這幾年來 是組成了製救會 我們也有晚上跟他們開會 那同時其實也有相關的 監測數據報告 那麼我在去年已經披露相關的這個監測數據報告 已經出現問題了 那因為封益他有請這個平秒 部門有限公司 在這個建案的附近有設立幾個重要的觀測點 包括呈現點 那這些呈現點位跟觀測點的數字 其實都出現了異常的狀況之下呢 那我們的相關政府部門卻沒有 相對應的一個改進的一個措施 其實是非常的可惜 如果有相對應的警覺性的話 那麼特斯拉的事件可能就不會發生 我請教 因為我看到起訴說當中有寫到一個 在第三次這個復工過程 那因為江良渊他其實比較謹慎 他就覺得他不想要吸收那些泡河 因為議員不一定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特別提到是 他很擔心說如果是違法復工的話 他要扛責任 所以他叫這個建商 你自己私下去疏通議員們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 你們在議員同儕 有感受到那個封議有來接觸嗎 說實話封議其實是一個 還蠻傲慢的廠商 劍莎 他不太會理會議員們 他可能是已經都打點好了 那所以他基本上是不會理 我們這些議員怎麼樣去炮轟 或怎麼樣的去質詢他 我認為他的態度是非常的傲慢 沒想到現在真相出來了 那江良渊就是在幫他護航嗎 居然還敢口口聲聲跟我們說 他的操守絕對經得起考驗 事實上你的家裡收出了1400萬的現金 你是哪裡來抵氣 覺得你自己的操守經得起考驗 而且你在議事堂上 還敢這樣子回復議員呢 那更誇張的是在起訴書裡面 也有講到說他這樣很有壓力 因為要面對民進黨籍議員的 這個炮火猛烈的攻擊 他可能會受不了 其實過去江良渊處長 他就因為我常常問他問題 他也把我的LINE給封鎖掉 那後來我問他 直接把你的LINE封鎖 不想溝通就對了拒接 就規避議員提問很多問題嘛 那後來見到他我說 處長你怎麼會把我的LINE給封鎖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那個都是一場誤會 不小心按照 他是不是一場誤會啊 你自己就覺得好笑對不對 你被封鎖得還滿愉快的 就這樣他很誇張的啦 然後當時還覺得說 他經常也是開胃開到很晚 沒想到他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很錯愕 那我請教 你剛剛講說建商是比較傲慢 那我請教他們建案的品質在 因為我聽說他這個在竹北 其實蓋滿多建案的嘛 那建案的品質如何呢 之前有一個 因為起訴當中一直出現一個 叫做浩瀚一品 我看到一張照片 我覺得非常的震撼 浩瀚一品當時啊 他的狀況是因為開挖地下室 沒有暗途施工 發生半個球場大的天坑 這也是封益的案子 叫浩瀚一品哦 歐一扛 歐一扛 有半個球場大的一個天坑冒出來 這個案子是在邱建淳縣長任內發生的 但是這個事情當時雖然吵得沸沸揚揚 可是邱縣長他也安全的下樁了 那並且他跟封益這個達成了友好的關係 在邱建淳縣長的任內呢 通過了這個核發 就是我們現在天坑的這個案場的一個 使用執照的部分哦 就是風采無惡禮的這個建案 那至於說他的品質好不好 我必須說因為竹北是全台灣 潛入 潛出人口率最多的一個城市 所以很多的新住民 他們還是會持續的來購買 相關封益的一個建案 常常供不應求 包括天坑的這個建案 其實是全部都玩獸一孔的狀況 對 好 非常謝謝議員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這個叫做變本加厲 他原本的這個建設叫做豪龍建設 他在921的時候 他的東勢有一個建案 叫做東勢王朝 結果因為921大地震的時候倒塌 導致28人在睡夢中死亡 這就是封益的前身豪龍建設 劉樹菊的老闆他老婆叫做黃淑美 是一個人家說很能幹的 很幹練的女生的事業家 就改了名字叫封益 從台中前往新竹發展 然後後來這個大老婆 這個劉老闆有兩個老婆 大老婆誠心禮佛 小老婆是信奉基督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因為後來 封益建設的建案 以及他的新聞稿 他下面都會寫 主是平安 耶穌愛你 我本來以為主是平安 耶穌愛 他可能一方面是這個 要表示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信徒 我後來才發現 你如果房子蓋成這樣子 主真的要幫你保佑平安 就是一直在祈禱就對了 從921開始 這個是草管人 草奸人命了 這個是出人命的事情 結果他也 我甚至都不好意思說這個要洗心革面 只能說是改頭換面 換那個名字再出發 再出發之後是變本加厲 以前東四王朝有沒有關聰工錢 還不知道 現在他除了這個自己的東西 工程的品質有沒有變好 是一個大問號之外 他還直接幫自己加上了官商勾結的罪名 你東西蓋不好 現金流轉不出來 H型鋼缺貨 你想到的方法居然是偷工減料 然後買通縣府 然後幫你這個暗渡成倉保送過關 你怎麼會覺得這種頭腦可以用 你怎麼覺得這條錢你賺得到別人賺不到 如果大家都跟你一樣台灣的房子能住嗎 這個是道德問題 這是有人命的 你先是921的時候蓋一個房子蓋到可以倒掉 後來情況會因為陷入的關係 地下室電纜亂導致起火 有兩個消防員因此不幸罹難 然後你現在手上正在蓋的 特斯拉掉下去 你心裡想的不是阿嬤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房子 趕快再看怎麼弄修好 如果現金流不足料不夠 不然我們先不要蓋 你想到的方法是跑去縣政府 叫管長處理那麼快 你不然傳台灣像純利最聰明 這條錢只有你有資料貪 不只是你想得對 這是人命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不分政黨都應該要 不只是對建商還有這樣子勾結去做譴責 而楊文科 你不要跑 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 沒有人私房錢會做藏寶圖的 沒有人會 你 各位 主持人 如果你有1500萬的私房錢 不想讓你老公知道 你覺得你會留下證據嗎 我在哪裡 我用夢的 我眼睛披著我都走得到那個地方 我還需要畫藏寶圖 畫藏寶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有第二個人要拿這筆錢 畫藏寶圖畫地圖的目的 就是要給別人找這筆錢 他才說要不要印一份給我跟3Q 因為基本上我錢放在哪裡 我都知道 3Q應該常常常釋放錢 沒有 這個就誤會了 我只是很常看故事書